为了鼓励民众多运动有益身心健康 高雄市首座市民运动中心就在凤山区动工了 在这座运动中心里除了规划由体育馆、游泳池和羽球馆等三大主题场馆之外 还有户外的休憩空间 希望为民众打造一座五星级的优质运动环境 凤山区是县市合并后改变最多的区域 市府从102年度起开始推动凤山绿都心的改造计划 核心就是以凤山体育场园区为中心 企图翻转凤山旧城区的都市风貌 同时为了鼓励市民运动养成运动习惯 首座市民运动健身中心也将设在凤山 公务局这次承接教育局伪办工程 打造凤山市民运动健身中心 渴望在明年五月完工 将提供民众完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另外凤山体育园区也将规划10公顷的运动场地 并且针对体育馆游泳池以及羽球馆等三个场馆 进行外观美化 内部将新设两层的服务中心 男女预测空间以及屋顶更新等等 打造现代化多功能综合型运动场地 提供凤山地区优良生活品质 以及完善舒适的运动休闲空间 市政府表示凤山运动园区位在市区精华地带 总工程经费超过上亿元 市都汇区重要的公共资源 不仅设施完善 未来完工后将成为五星级的运动环境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